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凭着这一点家底 印度空军开始逐渐发展壮大 到今天已经发展到总兵力大约13.5万人 相当于印度陆海空三军总兵力的10%左右 下辖两个职能司令部 五个地区司令部 33个飞行中队 6个防空导弹中队 和22个雷达中队 印度空军总司令是由印度总统兼任 我们都知道印度总统是个国家的象征性的元素 真正的权利是总理 所以这个空军总司令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并没有实际权利 真正空军的指挥权是在空军参谋长手里 目前印度空军的规模 拥有各种飞机 大约1300架 其中作战飞机600架 由于这两年 印度一些老旧飞机 已经到了使用年限 正在大量的退役 而后面新的飞机又没有及时跟上 所以飞机数量一直在下降 今年可以说是最近这几年的最低谷了 但是尽管如此 印度空军的这个规模 还是超过了英国 法国位居世界第四 仅次于美中俄 我们接着来具体分析一下 在印度的600架作战飞机中 大约250架是俄罗斯的苏30 66架俄罗斯的米格29 41架法国的幻影2000 这三个机型算是比较先进的 而且也是机龄比较短的新飞机 余下的都是一些像美洲湖啊 米格21啊 这一些70年代左右生产的老飞机 而且目前都已经接近要快三四十年的服役年限 可以说新旧飞机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 对老飞机的替换淘汰 这个工作已经是迫在眉睫 所以印度空军也非常着急 在2016年向法国订购了36架正风 原计划今年应该到货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第一批可能下个月才能到 接着今年又向俄罗斯追加了 21架米格29 12架苏30 前不久呢 印度空军又宣布将要在将来采购450架新型战斗机 其中200架LCA光辉 100架AMCA中型先进战斗机 那么这两种都是印度国产的 LCA光辉1983年开始研制 但是一直到2001年才进行了第一次试飞 2015年才开始装备部队 现在总共才只有83架 而且LCA光辉原来是准备替换米格21的 它的技术水准也就是介乎于二代和三代之间 而且由于这个研制生产的过程太长了 将近要40年 所以现在LCA光辉服役了 装备部队 但是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而AMCA是印度空军在21世纪提出的先进中型战斗机的概念 2001年就开始研制了 现在快20年了 到目前为止 原先机都没出来 原计划说明年要进行第一次试飞 但是看来不太现实 那么至于它什么时候能够服役更是遥遥无期了 恐怕到它服役的时候 又像LCA光辉一样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印度的这些飞机中 就算是最先进的 也不过是430 振风 米格29 这些不过是三代机 重其量三代半吧 但是现在世界上各国的空军都已经进入了四代机 从这个技术水平来说 印度空军已经被落下了一大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印度的作战飞机中 几乎是战斗机包打天下 没有轰炸机 当然 苏30 米格29 幻银 阵风 这些都具有对地攻击能力 可以执行一般情况下的战术轰炸 但是 作为一个大国 没有专业轰炸机 没有航程员再弹量大的轰炸机 怎么行呢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军迷啊 我只对战斗机感兴趣 我只关注战斗机 你是一个大国的空军 你的发展只着眼于战斗机 居然对轰炸机不屑一顾 简直不知道印度空军的高层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除了轰炸机之外 也没有预警机 也没有空中加油机 那么这些飞机 虽然不能够直接用于一线作战 但是它对于作战飞机的性能的提高 是起着一个倍增的作用 这样一来 你等于是在靠战斗机单打读动 战斗力的发挥 是会受到很大限制 不能够把这架飞机的最极致的作战效应 发挥出来 再说运输机 印度空军 有250架左右的运输机 这个数量也少了一点 质量就更差 其中大型的运输机 只有11架C17 14架1276 最多再算上15架 C130大力审 其余200多架 都是老旧的 其中主力是100多架 安三尔 70年代的产品 而且航程只有900公里 还有一些都是民航机 民航机来做军用运输机 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在运输机这方面 印度空军又是一个短板 最后直升机180架 大部分都是运输直升机 而且还是米巴米斯基 这些七八十年代的 10吨级别的中型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只有20多架 这样的一个直升机规模 这样的一个直升机水准 也和印度这样一个大股 格格不入 所以我们全面的来看印度空军 虽然规模很大 飞机数量也不少 世界排名第四了 但是质量实在太差了 而且现在又处在战斗机 新老机型交替的 青黄不接的时候 没有四代机的装备计划 没有轰炸机 运输机短板 直升机短板 所以整个来说就是一个 重看不中用的大白项 完全是一个营养拿枪头 好 今天印度空军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老周新观察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兴趣的话 欢迎多多评论 转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